去大阪,可能比较少人会想去美术馆 但是日本人国内旅行,这里会是他们考虑的景点之一 来这里,除了主要是看一件国宝级的陶瓷艺术品 周围的环境都值得来逛逛看 而其实这个藤田美术馆存在在大阪已经有很多十年 在2017年,就决定闭馆来个空间改造王 到2022年中才开回 位置方面,它算是近大阪城那边 搭JR东西线,大阪城北结站3号出口 一出就会见到,自驾游的话 可以拍它正对面的这个停车场 刚才说的那件国宝,就是这只叫做耀变天木的茶碗 它是出产自南宋时候,位于现在福建一带的池瑶 可能是因为萧池时候发生了耀变 产生了茶碗上面耀眼的幻彩斑点 至于其他馆床,有些会跟我们的文化有关 其他的,相信要对日本历史有多些认识才能够理解 走出来之后,记住去买它隔离的藤田底织公园 它的占地面积不小,而园景设计方面充满着日本风 配合藤田美术馆的简约设计 和主题剪品《茶碗》带出的禅意 可以说是现代和古典的无缝衔接 在这里就这样走下,都会觉得很舒服 走完之后,可以再进入馆里面 大堂简约到连售票处都没有 但就有一间好似咖啡的茶屋 可以坐下喝下绿茶,吃下果子打下卡,休息一下 在资料栏都放了藤田美术馆的网址 里面有详细的参观资讯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日常生活 或者在旅行之中一些有趣 但未必会留意到的事 如果你刚好又是什么都想看下 就请你subscribe我的频道 日本总共有三种不同花纹的遥变天幕 好像说,藤田美术馆这款是最幻彩的